我们如果说大脑是叶子,音乐就是阳光,阳光带来成长与光明。 学习音乐对大脑的发展远远超出你我的想象,我们对于做什么事情对大脑有成长影响了解吗? 这篇以音乐为出发点来与大家分享音乐对于大脑的影响。 根据TED影片表示,在过去的几十年中,在及时监控脑功能仪器,如功能性、磁阵造影和正电子发射计算机、断层扫描仪的协助下,神经科学家对于脑功能的理解有了巨大的突破。 在这些仪器的帮助下,我们可以发现,阅读、做数学体等行为,会引起脑内相应的区域活动,然而,在给受测者听音乐时,大脑的活动量却更大程度地增加了。 学习音乐对大脑有什么影响? 我们常说学习音乐要趁早,认为身体因素例如手指的柔软性与伸展性的局限,虽然身体因素的训练也是很重要的,但音乐对学龄前小朋友的大脑带来了更大的影响。 大脑分为灰直和白直,灰直是中枢神经系统对资讯进行深入处理的部位,负责多样感觉、运动、情绪、记忆或中间资讯地处理,也是大脑对人体的发号施令处,而白直则负责灰直之间及灰直与外周器官的讯息传递。 研究显示,学习音乐会使大脑的挥直密度增加,进而提高情绪处理,感觉运动控制、语言、听音辨识、双手协调等能力。 而学龄前孩童处于大脑发展最快速的阶段,学习音乐对大脑的影响更为显著。 脑波依频率可分为五大类,贝塔波显意识、阿尔法波桥梁意识、细塔波浅意识及戴尔塔波无意识和加码波专注于某件事等。 这些意识的组合,形成了一个人的内外在的行为、情绪及学习上的表现。 在不同音乐对大脑脑波影响变化之研究论文表示,音乐总类对于脑波的大小有个别的影响,例如,细塔波、贝塔波与加码波能量对于轻音乐波段较大。 阿尔法波则对流行音乐波段较大,以上显著了解音乐对于脑波的流通是有帮助的。 在现今繁杂的生活里,资讯大爆炸的社会中,药会的技能不再是一个两个了,而是更需要全面性的学习技能,而大脑的发展对于学习能力有直接的影响。 今天的主题,音乐,不但可以增进我们大脑运动的活跃度,更能对我们在现今社会压力之下得到一个放松的窗口。 让事情变好之前,先让我们大脑快乐吧。 谢谢大家的聆听。